为了改善南村里以及铁山里向到现况 在副议长潘一泉以及县议员黄世芳 五国昌的反应之下 县长许淑花之前也到现场进行会刊 我们的黄世芳议员 还有吴国昌议员代表会主席 我们的林主席 以及代表到我们的孟文君委员这边 都非常关心到我们暴力的建设 我们这里尽量照到我们在地民意代表 给我们建议来落落稍稍地改善 希望让我们每一个逛逛的部分 包括到我们的大路都会非常兵顺 让我们的时间走起来也更加安全 吴国昌议员表示 这几条道路因为连久失修 路面破损严重 感谢许县长允诺改善 让民众有平坦的道路来行事 这个丹麦家说过很久了 可以说路面凹凸不平 有的都过类了 所以说经历我们的里面 里面来认识 我跟郑先生议员 可以说来给官长反应 官长的方向今天清新来这里毁勘 人家这都有需要来时间改善 所以也尊与来改善 让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有一条真正变大路 天员黄石方感谢许县长 所做经费改善南村里 以及铁山里的道路现况 让居民的出入能够更加的安全 非常感谢我们许县长 来我们的北里南村和铁山里 来看这个道路工程 其实这些路已经都年久失修了 加上这次有差不多准备 总共200万来改善这些道路 这是我跟我们的蓬佛委员 跟五个床议员 跟我们的代表会林村的主席 同一个向官长来建筑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好管长 副议长潘一泉肯定县长许舒华 关心民众需求 允诺改善南村里 以及铁山里的道路现况 也希望在会看后 相关单位能够紧述地来 重新铺设路面 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记者重新铺一 普里正采访报道